大家好,我是产业人物的主笔王丽娟 今天我要介绍刚刚出版的 今年2019年的产业人物杂志 为好朋友介绍一些很精彩的产业人物 台湾很多的企业非常的有创新能力 这里头像经验科技也是一家非常好的例子 经验科技成立于2006年 算起来还是一家很年轻的公司 可是这家公司确实很不得了 他们帮助产业界在静电的问题上头的解决 有些时候我们用电子产品用着用着 你就说它怎么坏了当机了 找不到问题的所在点 其实很多时候很可能就是静电它出问题了 所以里头怎么样就死机当机了 那这样的问题呢 经验科技他们累积了非常非常多的经验 那来帮助这个他们的客户 也就是说做产品的也好 做系统的这些公司解决问题 采访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这个静电的问题 以前都觉得好像只是我们在加油的时候要小心一下 要熄火啦 然后要把身上的静电放掉啦 这样再去加油是比较安全的 可是对于电子产品来讲 现在轻薄短小 很可能我们人体所身体带的静电就会把它打坏 更不要说如果你是在地毯上走过 或者是说你穿的是毛衣产生的静电 那可能又是更恐怖的事情 把电子产品打坏了 这个是很多的公司他们要预防的 如果说他一批电子产品出去 然后又被退回 这个对他们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那经验科技就透过他们对于静电放电这个问题的掌握跟解决 帮助了很多的公司 所以呢我们采访他已经是认识多年了 那在这一期的杂志我们采访到了经验科技的总经理 他常常说他好像就是一个要一直说故事给客户听 然后呢帮助大家理解到说静电有多么多么的重要 静电的这个问题 尤其现在东西你看以后的IoT啊 这个汽车电子啊 东西都很小而且不许犯错 那静电的问题更是更是变得非常的关键 采访完之后我才去关心他们的这个营收跟股价表现 果不其然呢 在2018年他们整年度就创下了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可以介绍了这家优秀的公司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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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